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培然的英文秘籍 英文杂谈 与鸟有关系的 谚语 我们讲了好几集跟 猫啊狗啊 这集叫鸟 它带有趣味性 因为英文有很多的 晨语跟晨语 晨语跟晨语 这边反正大写的 小写的就是晨语 我们带点趣味性嘛 就是跟鸟有关系的 我们华人啊 学英文一般成语很少在背 成语谚语不太熟悉 有些简单的还听过 大部分没听过 因为我们只记单字 或者记一些 我们是叫片语啦 简单的片语啊 主要是动词片语跟介习式片语 那一般的我们叫淋语啊 书语啊就比较少记 所以这一集一方面长一点知识啊 一方面 当个趣味性啊 跟鸟有关系的 我们这边先念一下 你看看你可以认出几个啊 意思可以知道几个啊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 bird never flew in one wind A bird never flew in one wind A bird's eye view A bird's eye view A home bird a home bird a fine cage won't feed a bird a fine cage won't feed a bird a little bird told me a little bird told me a targeted bird will not build a nest a targeted bird will not build a nest as free as a bird as free as a bird birds of feathers flock together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birds in their little family agree birds in their little family agree bird of passage bird of passage a bird loves to hear himself sing a bird loves to hear himself sing a like a bird a like a bird a bird five feathers make five birds five feathers make five birds for the birds for the birds it's an ear bird the fox is on nest it's an ear bird the fox is on nest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我们看看 这些谚语啊 有的时候字面上可能猜得出来 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你看 手中有一只鸟 等于值得 word 值得两只在丛林里面 字面上的意思 真实的意思 或者宣外之一 我们待会看后面完成了 一只鸟绝对不会飞 用一只翅膀飞 一只鸟不用一只翅膀飞 那废话 当然两只翅膀飞 可是这句 一只鸟不用一只翅膀飞 它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受伤啊 什么特殊状况啊 鸟的眼睛 看出来的东西 鸟眼 它看得出来的东西 什么意思 家里的鸟 家中的鸟 什么意思 一个fine fine有很多意思啊 就是一个好的 很精致的 制作的 很精致的笼子啊 没有办法去喂这个鸟 这奇怪 所以很多 很多谚语啊 表面上的意思 有点模模糊糊的 搞它不太懂 可是又不是完全不懂 那真实的意思 更不懂 我们如果对业语没有什么了解的话 而且业语呢 它不一定是英国 美国 它有时候从法文过来的 从德国过来 从意大利过来 从阿拉伯过来 从埃及过来 从东方 中国 日本过来 所以它有些思路啊 不是英国人的思路 不是美国人的思路 一只小鸟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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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啊 Tractive就是画很多的 呱里呱扎 很呱噪 画牢 一只画牢的鸟呢 并不会建造 Build 建造它的巢穴 它的巢 鸟巢 并不会造好鸟巢 这应该打一个据点 就这个可以单独成巨的 像鸟一样的自由 是不是就很自由的意思啊 就是 同样有羽毛的鸟啊 Flux 飞行啊 聚集在一起啊 或者飞行 飞行在一起 这个好教大家听过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有的人就马上讲得出来 有些人就想半天 想不太出来 就是鸟在他们的小小的家庭里面 鸟巢里面家庭 Agreed 同意 我这就搞不太懂 这个小小的家里 鸟没有家里嘛 人才是family 它是鸟巢啊 这鸟巢里面可能 公鸟母鸟啊 几只幼鸟啊 就比如五只好了 鸟巢里面有五只鸟啊 有大鸟小鸟啊 爸爸妈妈 小孩 同意 这什么意思啊 Passage有很多意思啊 Passage Bird of Passage 一下子看这个搞不懂 搞不懂 Passage Passage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Each a bird loves 就每一只鸟呢 都爱 都喜欢啊 去听它们自己唱歌 鸟喜欢听自己唱歌 字面上的意思讲 吃得跟鸟一样 吃得跟鸟一样 Eat like a bird 这个有好的羽毛 Find 就是精致啊 很好的 很健康 很精致 很漂亮 羽毛呢 也可以 塑造一只好的鸟 很精致的鸟 这个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成语啊 艳语啊 常常 它的悬崴之意 它到底真实表达的意思 一下抓不住 抓不住 出在 出在文章里面 出在句子里面 或外国人讲 讲的时候来不及反应啊 假如说你讲过去 哎呦 听不懂听不懂 看的时候还可以混一下 看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看嘛 你可以看很久 可是老是参想不透 它真的意思什么 所以这个成语艳语啊 它表面上的意思不重要 它真正的 艳语为什么可以流传 很久 很远 就是因为它有弦外之音 就是比喻 这都是比喻的用法 为了这个鸟 什么意思 要有很多意思啊 就是不好的 或者生病的 要看上下文 不管它是不好的鸟 或者生病的鸟 或者坏鸟 Files就是 我们一般运动家 犯规 就是 做不好的事情 破坏 这个不好的鸟呢 破坏自己的 鸟巢 那是什么意思啊 杀死两只鸟 用一只石头 这个大家知道 哦 一死两鸟 这个大家比较清楚 一死两鸟 这早起的鸟啊 可以抓住这个虫 这个大概知道 早起的鸟有虫吃 就大概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意思啊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 剩余两鸟在铃 什么意思啊 两只鸟你抓不到 五只鸟八只鸟 一千只鸟都一样 你抓不到 没有 你再多的鸟啊 这边当比喻用法 鸟鸟啊 你说三鸟 五鸟八鸟 一千只一万只都一样 还不如 抓到一只 你说美女那么多 一千个一万个 没用 结果老婆不是美女 没用 老婆有一个美女 老婆是美女就够了 外面再多 我抓再一次 就我老婆是美女 胜过外面 千千万万的 我取不到 追不到的美女 外面多少鸟在外面飞 都没用 你看得到 装不到 不如 不如 扎扎实实的 有一只鸟 就养一只鸟的意思 A bird never flew in one way 这个就比较悬一点了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跟实际上也差好多 这个 这西方人啊 意思就说 跟字面上的意思差很多 并不是鸟啊 永远不用一只翅膀飞 而是说 它比喻成喝酒 喝酒的时候 来一杯 外国喝酒不像 中国人东方人啊 干杯大杯 外国喝酒 当然啤酒可以喝大杯 烈酒就是小杯小杯 我们说烈酒好了 啤酒也可以啦 就反正意思是喝完一杯 再来一杯吧 意思就是说 鸟啊 要飞就是两只翅膀嘛 它不会用一只翅膀飞嘛 我们要喝就两杯嘛 我们要喝完一杯 再来一杯 就变成再来一杯 就变成这个意思 这个用法比较特殊一点 再来一杯 所以你跟老外聊天 比如你跟他酒廊 酒吧里面在喝酒 然后你说 这个 老外他如果刚好知道 不见得这些老外都知道 有些老外也不知道 老外千百种 老外的英文程度不一样 更不要说老外有很多 英文根本讲得很烂 你不要看他青头发 可能是意大利人 法国人 德国人 他英文很烂 有些老外 他程度不错 哇 这个你也知道 他就对你肃然起敬 而Berryzamp 是鸟看图啊 因为鸟在天空上飞啊 尤其老鹰啊 你看老鹰在天 那么高的地方飞 地上兔子看得到 地上小动物看得到 就从高空急冲 像俯冲式战斗机 斯图加特战斗机 美国这个鱼类式战斗机啊 往下俯冲 就用这个抓着啊 抓着抓着 这条鸟看图 一般讲鸟看图 从高空看下来啊 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看得很高很远啊 就是高瞻远瞩 所以除了鸟看图以外 也可以把它引申成啊 高瞻远瞩啊 看得很远 或者看得很透彻 很清楚 这些意思都可以用上去 Humbert 这个鸟在家里不出去 就宅男宅女了 家里的鸟不出去啊 像我就是 我就宅男混少出去啊 混少出去啊 就是研究学问啊 录录录录录录这个视频 宅男宅女就 Humbert If I can each one feed the bird 再漂亮的鸟笼 也不能把鸟喂饱 什么意思啊 鸟要自由啊 你给我家里再漂亮 不能出去啊 所以这个养鸟啊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就是哎呦 你这个很悠闲哦 你这个品位很高啊 你家里要养鸟笼啊 养鸟啊 可是在鸟的眼光里面觉得 我好好的 你把我抓进来干嘛 我要出去啊 就像是人啊 如果被什么外星人啊 被什么坏蛋啊 歹徒啊 抓起来 软静 不准出去 只能在家里面 给你 甚至给你吃的 给你喝的 看电视 上网都可以 不能出道眉目 哇 那就很痛苦啊 你要说 哎 不错啊 免费供你吃喝啊 什么 什么娱乐设备都有啊 你还抱怨什么 但我要出去啊 你干嘛出去 里面家里什么都有 这观念不一样 这就是说 鸟笼再漂亮 可对鸟来讲说 我就是要自由啊 我鸟就是要在天空飞翔 你把我抓起来 我在笼子里面 你就算每天给我吃东西 就像养牛养猪一样 它也就说 我想出去活动活动 所以不自由无凝死啊 当然这边我的讲法是这样 那你也可以有你的解释啊 只要是符合它字面的意思啊 或者是一般人还可以接受 也可以啊 所以不要拘虑于说 我这边写的中文 我中文只是一个参考范例 就是大部分人是这样讲 当然你也可以做别的隐身 所以语言是活的 我们学语言要活的 不要学死的 A little bird tell me 这是英文 外国人里面的观念就是 据说 你说一只小鸟告诉我 小鸟怎么会告诉你啊 小鸟吗 鸡鸡咬你也听不懂 就是变得隐身 据说 你说我今天听说啊 这个一个女明星啊 哎呦 她是做鸡啊 捡猜做鸡 谁告诉你啊 你这个不要乱讲话 据说 据说 A little bird tell me 据说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或者说不肯透露消息来源 A tiny bird will not build a nest 就是这个画牢啊 中国人讲画牢 就画多啊 长测宫长测妇啊 画多的鸟 没有办法去 它不能去建 一个鸟巢 因为鸟巢是用鸟啊 去咸了很多树叶啦 树叶啦 这个枝啊 树枝啊 这样 那你 你的嘴是要去叼那些树叶树枝啊 见鸟巢 不是用讲话的 不是用鸟唱歌啊 鸡章唱 我们中文可以讲 多说无意 你画在讲多 你不如去实干 苦干实干吧 用做的比较做出来 你光是讲啊 所以有人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台湾讲 喜欢大嘴胖 就是狗先门脸 全张一张嘴 就会讲 不会做事 讲的时候头头是脑 一做事 啊啊不行 这个我不行 A three years of bird 像鸟就是 就跟字面上的意思 像这种就可以了 就跟字面上的意思一样 像鸟一样的自由 这就没什么学问 A bearish feather flower together 就是羽毛一样的鸟啊 它们就会一起飞 老鹰 翅膀很大 翅膀的超过一起飞 麻雀很小 一起飞 黄鹰 就是物以内举 人与群分 这是人嘛 就是外向的 容易跟外向的嘛 内向跟内向嘛 这个是 这个喜欢八卦的 就是一堆在一起啊 那话少的人 可能少数几个在一起 就是喜欢看电影呢 就一票都喜欢看电影 喜欢打球的 就一票球友啊 物以内举 人与群分 Bruce and Dale 就是家里面啊 他们的鸟啊 agree 一般讲同意 另外还有意思 就是很和谐的意思 当然是动词啊 就是互相都同意对方 没什么吵架 所以后来就把它讲成 家和万事兴 家里面万事兴 家和 同舟共鸡 有的家里面 一天都吵得要命 父母 爸爸妈妈天天吵架 碰到小孩子 吵到妈妈小孩子 兄弟姐妹不和 这家乱七八糟 有的家不是啊 父亲跟母亲 这个 相见无兵 不是那个冰水的冰 是冰客的冰 讲话很客气 讲话声音也不大 这个小孩子 这个耳濡目染 讲话也不大 就这个家里 有的一到一个家里面 哇 怎么一起乱吵架 有的家里面 怎么大家讲话都很客气 然后有什么意见不同 大家坐下来讨论一下 很快就打成决议 有的不行啊 只要说意见不乱吵架 吵到最后 全五行都帅了 所以家和万事兴 同舟共计 Birds of Passage Passage 它有很多意思啊 这边的意思就是 它是旅游的意思 Passage 一个旅程啊 旅游 就是老师在旅游的鸟 就是飘泊不定的人啊 就隐身 老师飞来飞去啊 不停下来 一下飞这边 我们叫后鸟 后鸟 后鸟当然也是飞来飞去啊 当然后 就是说飘泊不定的人啊 所以这很多是讲 这边上都是鸟 实际上讲人 因为老师讲鸟 意思不大嘛 范围很窄 它的隐身出来都是用人嘛 因为讲人的话 就好用嘛 就飘泊不定的人 老师这个 你怎么又搬家了啊 你怎么又退租啊 怎么一下搬到台北 一下搬到台中 怎么一下搬上海 一下搬重庆啊 飘泊不定的人 Each bird loves to hear himself sing 每一只鸟都喜欢听自己唱歌 就是自我得益 或自我欣赏 自以为是都可以 有自恋 自恋 所以当然呢 这些成语或业语啊 这个以外国人来讲 他每个人用的 又不太一样 就是看他主观 所以很多 很多的英文的用法 单字啦 或片语啦 成语 有时候要看他上下文 更不要提 有时候像英文成语里面 有时候一个成语啊 它有好几个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 外国人是习惯 因为它是母语嘛 它已经内化了 它自动会转换 我们中国人看中文 也是会转换 当然看外国人的时候 看外文 我们要是要转换一下 要多看上下文 当然看久了 就转换得快 Each like a bird 像鸟吃的一样 就食量很小 你说这女孩子 怎么吃一点点 食量很小 那食量很大呢 Each like a horse 像马吃的一样 就食量很大 所以英文里面 像鸟吃的一样 食量很小 吃一点就饱 食量很大 Each like a horse 像马一样 一样吃很多 所以像吃buffet 有人吃很多 有人吃很少 所以buffet 那餐厅 抓一个平均值 如果全部都是男的 都是青少年 都是二十几岁 哇完了 都是男的 完蛋了 可是他有时候是 老太太老先生 有钱了 也去吃 他要吃一个环境 吃一个场面 吃一个环境 吃一个高档 吃一点点就饱 所以大家综合一下 Find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很漂亮的羽毛 成就一个很漂亮的鸟 就是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 Find the birds 为了鸟 这鸟是小鸟嘛 没什么重要性 鸟嘛 就毫无价值 当然另外一个意思 隐身所以就让人讨厌 就是为了这个鸟 就没什么价值 令人生厌 所以有些这个成语 要去转换一下 有些字面上 感觉不上出来 像这个Find the birds 就感觉不出来 有毫无价值 令人生厌 要转换一下 就你做这事情 为什么 为了我太太合理 为了我父母合理 为了我想合理 为了鸟 就是无聊 为了鸟 做这个事 有这个价值吗 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 但令人生厌 是比较隐身出来的意思 It's an earbird that falls its on nest 就是像这个句子 很特殊 很特殊 我们这个时间 有些人不去细讲 就说 这样讲好了 它这个句子 用中文来讲 It's a什么什么东西 That 就算是坏鸟 坏东西 坏蛋 也不会去破坏 它的鸟巢 所以这个句子 比较 这种句型特殊 表面上 看起来不是 一只不好的鸟 破坏它的鸟巢 这感觉上不出来 后来就引申 家丑 不可外扬 前面就说 就算是 It's an earbird 它常常有个 就算是 而不是它是什么 就算是 就算是就不是 所以这种句型 很特殊 这种句型 常常会让人 看不懂 比如说 It's a good father To know his son 比如说 这个我临时想到 一个父亲 会了解他儿子 可是不是 它实际上意思 就是说 就算是一个父亲 他也常常不懂 他儿子 所以这种 It 什么That 常常有这种 弦外之音 Cutipers with one stone 这个大家知道 一剑双雕 或一剧两对 Uniberry can't choose the worm 这个也知道 早起来鸟 有虫吃 所以我们这边 弄了快二十个 跟鸟有关系的 英文的业语 或者成语 当作一个趣味性 要长一点 英文的知识 所以我这边 再提一次 因为大家 好像都没有做到 就是 我有十五个频道 大部分都是指 指这个 指这个订阅 他看到什么 就订阅什么 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个 看一个或两个 但我有十五个 那有些网友就很聪明 很欣赏 他一次就差不多 全部就 一次订阅 表示他了解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有十五个频道 不是只有一个频道 虽然你看中 你看可能是其中一个 因为下面都有连结 麻烦你十五个 全部订阅 表示鼓励一下 这一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